其实这不止县政府 我觉得检调在苗栗就可以进入了 你如果说有人说什么是苗栗果 说苗栗都是某某某某在把持的 但是这个检调总是中央的 你检调也可以接入去调查 或者是你有这样的一个 已经有这么多的记录来讲的话 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难道中央没有签证 这个我来讲 你们先不要吵 你们先不要吵 我把规定告诉大家 因为根据第三方警政 要把这个电子游泳场 或者是一家旅馆撤照 对不起内政部没有权利 中央没有权利 只有地方政府有权利 因为这个执照是地方政府发的 所以我为什么当时特别强调说 当时高雄市警察局就行文 高雄市政府要求 包括商业局包括这些 撤销他的执照 包括都发局来撤销他的执照 然后断水断电 所以我再讲一遍 这是地方政府要撤照第三方警政 要把他撤照的权利在地方政府 所以不要推到内政部 我当过内政部长我知道 所以我先说 不能撤销中央来 不是 我跟你说 我现在不是说完全推中央 其实我们在地方遇到很多 这种赌博电玩八大 他其实只要每次一出事 他就换负责人 他就换其他的这个证照等等 他都一直在这边 一直生存下去 所以我讲的是说 一定是依法行政 一定是依法行政 你们再听我讲 我再把这个规定 因为你们都 我觉得大家对里面的规定 可能还不是很细腻 我再把更细腻告诉大家 当时高雄市的这一家旅馆 他当然也换了负责人要求付业 高雄市政府说对不起 因为我管制的是这个地方 而不是人 所以你换了人要再付业 不准 我再讲一遍 当时有一些 譬如说什么 有一些用什么设什么设 就在里面打麻将赌博的 他也用换负责人的方式 但是对不起 同一个地方要再开这种地方 什么小吃店什么 从业不准 所以其实地方政府是有权利 所以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当时就是 他换了负责人 想要再付业 高雄市政府不准 我再把他讲一遍 所以这个不能用什么 换负责人 主席我请问 可是他现在他是在苗栗市 这个地点是在苗栗市 还是苗栗县政府 苗栗市是属于苗栗县政府下面的一个市 所以管辖市在苗栗县政府 所以这不是苗栗市政府 他有什么建设处下面 会有一个主管机关 这个大家知道说苗栗县 因为它是县 它不是院辖市 如果院辖市当然都直辖 这个苗栗市 他所有的这些工商 对不起是苗栗县主管的 但是他的规定就是说到底他是重研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换负责人就可以在胎死附中 我相信他一定要依法行政 你没有依法行政 我讲的最简单 苗栗县的建设处的处长马上就要被弹劾了 你如果没有按照依法行政去做的话 假如说他有违法就得要撤照 不能够在当地再重新起照的话 那表示他就弹劾了 一定是这样子 而且那个苗栗县46次毒品财务 抓到会太含乏了 很含乏 真的很含乏 有点含乏 这也很恐怖 你要去看邱振君真的是在那边震军 如果他是从政的 本来是议员 后来当市长现在他选立委 那个地方你说警察敢办查了 46次 如果我們去影射邱振君 他這個集團 他有去跟這個電動玩具店 跟毒品有關係的話 那檢察官為什麼不查 所以檢察官是屬於中央 第一個 你檢察官獨立辦案 這個是一回事 但是你要去想說 像這種狀況 在地方的檢察官 他有可能 我也認為有問題 因為我們中央不能去指揮 檢察官也不能去指揮 所以他就在某個斷點上放過他了 但是你要去想說苗栗人 苗栗的選民們去投給他 投給他就表示說 我做這些有四五孔 你如果是一個正常的政治人物 看到不要說四十六四 四次 我一定用我各種關係 去叫你這個房客趕快滾蛋 不然你會影響到我 現在出出人家 人家叫你軍閣動作應該就是 孫民要支持 我就不怕 所以他政君這個名字是有道理 姓名學是有道理的 他就是 要做正念之寶 不然你想你如果要做一個 乾淨選民支持愛戴的首長跟立法委員 你一定叫他滾蛋 不叫他滾蛋必有原因 這樣很簡單 但這種原因 檢察官沒有辦法起訴他 所以他斷點做得不錯 所以一直換人是他會怕 不過他沒在那裡 他如果不在那邊的話 那個地方一定斷水斷電 這個就不用講了 一般的八道都會這樣斷點 其實不是只有他而已 高雄其實是最好的例子 高雄最好的例子就是斷水斷電 那一家旅館 然後呢 你換負責人 高雄市政組不准 因為我管制的是這一個地方 所以你換人 正念之寶 所以高雄做得很好 少許